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枢大道五黑路段昨天晚上正式通车 民众可直接从八深谷驱车前往吉兰丹或彭亨利碑 路程可节省至少一小时半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您和您老家 昨天早上收到恐吓传单 他表示 一切交给警方处理 坐紧不负责任者切勿打扰他的家人 中枢大道五黑路段昨晚正式通车 如今 民众无需途经文冬和劳务 可直接从八深谷驱车前往吉兰丹或彭亨利碑 路程可节省至少一小时半 公共工程部部长德德斯·艾雷利森尔表示 民众可在节日或学校假期期间 善用该路段节省路程时间 由于第三周四周五五周六周五周 15周六周五周六周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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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部分 額外公司是5万亿 額外公司是5万亿 埃雷杰德尔是在中枢大道5A路段的通车仪式上 这么指出 衔接彭和文东和吉兰丹 刮拉吉赖的中枢大道全长350公里 预计将在2026年全面竣工 如今文东至劳务全长45.3公里的 免路费来回各双车道 其中一段6.4公里长的路段已经开始通车 据了解 从吉隆坡加勒大道和东海岸大道前往立碑的道路使用者 若使用中枢大道5A路段 可从原先两小时的路程缩短至30分钟 公共工程部长德德尔斯·埃雷杰德尔表示 该部目前并没有打算废除额迈和加勒收费站 以作为舒缓东海岸大道交通拥堵的替代方案 他希望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能理解 如何废除收费站将增加政府维修道路工程资金的负担 尔斯·埃雷杰德尔表示 政府需要确保道路标准符合要求 更重要的是政府需要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尔斯·埃雷杰德尔是在主持全长6.4公里的 饶物绕道的中环路第5A路段部分 路段通车仪式后 向记者表示 如果资金短缺 政府将担心无法完美且良好的进行维护工作 进而影响道路的品质 伊斯兰党古邦格亮国会议员 德德尔斯·多安·伊布拉尔在星期一四号 在国会下议院参与国家元首施政遇词 辩论环节时 基尼政府应考虑废除额迈和加勒收费站 以减少东海岸高速公路的交通拥堵 高等教育部部长德德尔斯·埃雷杰布里指出 随着世界教育格局不断变化 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框架 需根据当成的需求进行改变 他透露该部目前正制定有关 未来五年教育政策的战略计划 旨在进一步迈向国际化政策及战略 一方面最 fix是如何 爲使�aranなolan广压比泽站 right在耳 Forum 优察民介统长牧談 仇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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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诬 以上侍甲随随随随随随随 coming 上わ куп于衣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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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号炸教育us 常cies随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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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 要 Byzτικ 整个社区所存在的国家 我们也必须看 改变和确实的改变 所在的情况下 Zamri较早前透露 该部正制定有关 未来五年教育政策的战略计划 他指出 有关计划将由该部秘书长Zaini Wu Zhang 所领导的特别委员会置地与规划 好让在2025年至2030年间落实 Zamri补充 除了研究多项改革外 该委员会也将考虑进一步加强国家高等教育 包括提供免费大使教育 随着多家网络媒体记者证 校期大幅缩短至六个月引发争议 大马新闻局指出 各类别新闻媒体记者证的有效标准已经公布 并于即日起生效 其中政府官方媒体和本地媒体的媒体证有效期已延长至两年 新闻局昨天发文告知出 非大马级国际媒体以及合约制的媒体从业员的媒体证有效期为一年 而新注册网媒的媒体证有效期为六个月 期限建满后可按照上述组别更新 当局表示 这六个月期限是为了确保有关网媒活跃且真实运作 同时没有散播虚假讯息 当局表示 相关人士可到媒体证申请官网了解详情 与此同时 官网上常见问答所制定的指南依然有效 因此所有新闻局媒体证持有者需遵守有关规则 早前 新闻局在推出马来西亚记者道德守则后 将部分网媒的媒体证有效期限从以往的两年 缩减至一年或六个月引发争议 当局随后表示 将检讨有关发放媒体证标准作业程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国目前正面临严重的柴油补贴漏洞问题 并且存在不符合资格却仍在享受补贴的团体 第二财长达德斯·阿米尔·哈姆萨表示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 我国的补贴柴油消耗量约为61亿升 而现在补贴柴油的消耗量已达到108亿升 阿米尔·哈姆萨在该部门长月集会上还表示 对于有关补贴有可能转移到了不符合柴油补贴资格的行业 这会对国家的财政管理带来更大的负担 因此政府必须阻止这种泄漏 因为钱已经被支付给了不应获得补贴的公司 这些钱本应用于为人民包括建设更好的学校 诊所以及其他对人民更重要的基础设施 他说 昌明政府将努力创造更多收入减少流失 并将资金投入到优先考虑人民和国家利益的管道 他也表示 尽管需要一点时间 但我国仍有机会摆脱经济困境 并强调需要不断努力才能实现这一个目标 国家银行公布 截至2月29号 我国的国际储备为1143亿美元 约5373亿令吉 与2月15号相比 国际储备下跌11亿美元或0.95% 国际银行这么样透露 如今的外汇储备金 足以应付5.4个月的商品和服务进口 以及一倍的短期外债 截至2月15号 我国的国际储备达1154亿美元 约5424亿令吉 共下跌11亿美元或0.95% 根据国家银行文告指出 我国现在的外汇储备金足以应付5.4个月商品和服务的进口 以及1.0倍的短期外债 国银透露 大马国际储备主要由数个结构组成 包括101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此外 我国的国际储备水平达14亿美元 黄金26亿美元和其他高达27亿美元的储备资产 总资产为6291.7亿美元 国家银行正式宣布将维持隔夜官方利率在3% 值得议题的是这是国行今年第二次维持利率 伊斯兰社会义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穆罕默阿富萨尼赞指出 这项举措符合市场预期 并显示出对全球经济的信心 他预计我国今年的经济将有所改善 穆罕默阿富萨尼赞表示 维持隔夜官方利率在3%的措施 将确保货币政策继续支持国家经济增长的进程 根据国行发布的文告 该行认为全球经济将继续温和增长 主要由内需和贸易活动改善支撑 而一些国家的有利劳动力市场条件 也继续支持着消费 另外国行强调 鉴于我国经济基本面和增长前景 令吉目前仍被低估 对此政府已经和有关当局进行协调 并呼吁关联公司与关联投资公司 汇回和转换外国的投资收入 国行表示 有关行动旨在增加资金流入 支撑令吉走强 水州苏丹苏丹沙拉夫林殿下担任 大马全国伊斯兰教宗教的事务理事会主席一职 在3月9号星期六结束任期 并表达无意愿连任该职务 殿下在上一次宗教事务最后一次会议 对委员会和秘书处在殿下担任全国 伊斯兰教事务理事会主席期间 给予的合作 表示赞赏和满意 水州苏丹殿下于3月6号星期三 在任期结束前会见大马伊斯兰发展局总监 兼全国伊斯兰宗教事务理事会秘书 Dartin Paduka Hazima和秘书团队 苏丹殿下昨天在水州王室办公室 脸书专页发文这么表示 同时殿下还审查上次的会议记录 并确保特别委员会履行所赋予的职责 也就是研究与国家立法议会颁布 所设立的伊斯兰法的权限有关的问题 殿下强调在担任全国伊教事务理事会主席期间 殿下有责任在每一项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中 始终维护和捍卫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义 然而水州苏丹殿下并不打算延续这项职务 而是让同志者理事会从同志者中选出新主席 以便大马伊教事务理事会职员和愿望 能够在新主席的领导下获得延续和实现 最后殿下也对伊教宗教事务会议中所有成员 各国代表和伊斯兰发展局作为MKI秘书处的奉献 表示深切感谢 并赞扬他们有效的旅行职责 让所有会议都能完美进行 大马银行工会指出 大马十五家银行去年成功阻止了 总值三亿八千三百万令吉的可疑 以及诈骗的欺诈的交易 印证了大马金融机构在应对诈骗防范措施上的承诺 落实各类安全措施 包括收紧诈骗监管的一个参数 以及加强反欺诈控管 对于打击可疑及欺诈的交易 带来证明效益 大马银行工会打击金融诈骗措施 产业小组主任Dato张荣权 是在不要被骗了研讨会上这么表示 出席者包括五级安曼商业罪案调查局 投资不法集团 电子卡及其他罪案调查组 助理主任许书琼助理总监 以及大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成员 德里克约翰 张荣权也引述国行的数据 指过去五个月内国家照片应对中心 接获的未经授权网上交易投报 减少了58% 他表示自2023年7月到现在 各家银行已落实国行提出打击金融照片的五项措施 包括放弃一次性密码验证方式 收紧银行照片侦测规范 只能允许一台移动设备验证线上银行交易 首次注册电子银行服务或安全设备 将设有验证和等待期 以及设置24小时全年无休的骗案投诉专线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位于霹雳州爱大华老家 昨天早上收到恐吓传单 他针对此事表示 马来西亚是个法治的国家 一切交给警方处理 并呼吁大家相信法律 相信公理 他表示正全心全力为国家人民服务 做紧不负责任者切勿打扰他的家人 尤其是年迈的父母 曼容警区主任 Mohamad Norlin助理总监 发表文告指出 曼容警区总部今天早上约10点15分 接到尼可敏母亲有关收到恐吓传单的投报 根据投报 尼可敏妈妈今天早上发现 住家外的路面洒满许多床单 床单上写着尼可敏不要挑战 伊斯兰马来文的字眼 他说尼妈妈相信有关床单有不良意图 于是向警方投报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507 刑事恐吓条文调查此案 涉案者一旦罪成 可将判处最高两年监禁或罚款 或两者监失 警方目前还在进行调查 涉案者的动机未明 警方已在追查涉案者的下落 他劝告民众不要对此案做出任何揣测 以免影响调查 同时呼吁民众如果有此案消息 可以向警方报案筑查 好的 以上是这一集的新闻内容 我是朱敏宇 感谢收看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再会